拜访摄影大师张武俊先生 这次旅拍仅有我和谢医师两人参加 吴文清老师还是成团自驾旅拍 两位都是摄影前辈 相处愉悦 旅拍收获颇丰 可以说是收获满行囊 昨天中午 谢医师特地安排拜访张武俊老师 事前先到骁龙文化园区A3管章大师的摄影展 因为谢医师早期曾接受恩师指导 当时没有高铁 为了拜师学艺 远从台北搭飞机到台南 张大师开快车载学生远征偏远山区拍摄 很热心指导他们摄影技巧 张武俊老师现年82岁 几年前得了帕金森氏症 虽肢体功能有障碍 但心智功能尚属正常 谢医师有情有义 特地带了小礼物亲临拜访 关心问候 从接触中了解张武俊老师的生平 临走前张师母特地送我们美人一册张武俊老师的摄影专辑 2021年底由文化部国立台湾美术馆出版的 《台湾摄影家》 从书其中收录自然摄影家张武俊的影像创作 数十年长期投入《月世界》系列创作的他 以镜头发掘日常的地物风貌之美 对台南鄂德的景有独到观察 透过拍摄刹那的光影与色温变化 呈现出画面张力与当代的梦幻视觉感受 本次拜访让我对张武俊老师动人的摄影艺术实践 以及对台湾土地的特殊观察视野表达钦佩之意 从1987年张武俊踏上台南的草山月世界 因被此地风光震慑 因而投入《月世界》系列创作 投注摄影长达数十年的时光 并以镜头发掘日常的地物风貌之美 张老师摄影创作以家乡台南为起点 拓展至生态景观与人文建筑的创作面貌 创作主题包含台湾南方的鄂德 竹林、古厕、花木、以及独特的沙丘、峡谷、余温等影像 从事摄影三十多年 张老师是国内外摄影学会高级会士 数次获得全国大赛金牌奖 获台南市政府班摄影艺术贡献奖 去年又获得台南市卓越市民的殊荣 作品为国内各美术馆及奇美艺术馆典藏 谢灵芬是星光医院主治医师 专长是风湿关节炎复健 关节注射治疗 超音波导引疼痛注射治疗 肌肉骨关节疼痛复健治疗 PRP 为人温文儒雅 目前已是颇有名气医学教授 我十分佩服他的单人处事学者风范 吴文清老师曾任职于伊利信达六年之久的资深工程师 后来从电信工程师的职位出走 逃取国际领队执照 专门带领一群摄影旅游同好 翻山越岭拍摄各地美景 卖经验换旅费 潇洒走天下 吴文清的旅游行程是以摄影为重 因此他在规划行程时 不论是到访访季节 作息时间 或是景点 住宿地点的选择 也是以能列取到最佳景色为重点 目前已深入造访二十余国 曾于1997年举办第一次摄影各展时 2000年由世界地理杂志社出版 世界风情画 摄影画册 多年前 我曾在茉莉二手书店买到该书 是世界旅游摄影会会长 他也是空拍好手 又是星空摄影专家 在高山民宿有关新设备及专业布置 目前国外旅游因疫情关系 全面停摆 他也考上专业驾照 带领摄影朋友到处旅拍 我因喜爱空拍有缘结识吴老师 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时也实现他的美梦